就是有乳癌的 我想聽下你的情況是怎樣的 首先我要多謝 麥老師和各位師兄師姐 因為在我病發的時候 一直開始有師姐介紹我 應接長生學的 麥師姐帶我去調整站 去調整了之後 我覺得有一種無形的氣力 向著自己在身邊 自從那次之後 我自己就開始跟麥師姐 出去調整站學長生學 在初期性的時候 那個病情也不太好 首先我介紹了自己 不好意思 我叫林秀娟 我是第三屆的高級畢業班 我希望大家給我一點耐性 聽我講 我自己一個人會 因為我自己是患了乳癌 因為很多女性都會有這個病情 希望大家聽到之後 加強了你們的信心 希望你們學了長生學之後 會感激 我自己一直去 平時我出去調整站的時候 我自己在家 每一天都有三、四個小時 去調整的 初期性自己都沒有做手術的 就是希望可以用長生學 去幫自己選擇這個病情 但是後期性 是很好的效果 其實是穿了的 那個癌細胞是穿了的 但是很無奈 可能我自己那時候 一直在化療中 影響到我的身體狀況 變成了後期性很痛 半夜每晚半夜都很痛 痛醒了我 那便迫於無奈 在朋友勸告之下 去找個專科醫生做手術 是做了 那之後呢 做完手術出了院 所以兩個多月 三個月左右 開始在那個癌細胞擴散 擴散 那便影響到一個人的正常 大事件 那時候很害怕 那後期性 我家人就和我去了醫院 入了醫院 然後再留醫 留了醫 一個禮拜之後再回來 看出來呢 是那個視力 右邊的眼睛的視力 是比較差的 看不到清楚的 但是到現在呢 都是比較弱一點點 但是很幸運 自己因為學了長生學之後 出了院之後 去到家 每一天 一睡到床上 我就去做調整 密師姐也跟我說 不要緊 你對眼睛有事嗎 你不要多調一點 對眼睛 在醫護人員 上門去做家訪的時候 有一個醫護人員跟我說 他說 因為我擴散了一雙骨 他說 你很快的機會很明白 我不信他們說的話 因為我自己有長生學底 也有很多的藝老師 他們和我們所有的遠路都開散 那我自己呢 每一天呢 都有早晚三次呢 都去做調整 學長生病症 那就 在現在來說呢 有幾位師兄師姐 見到我呢 都覺得我臉色開始是很好 就是很有效 那我現在呢 都不用需要拿著拐獎去街 但初初出院的時候 我是要拿著拐獎 捉著樓街 很害怕 下樓梯都很害怕 但是真是很感謝 就是阿銀老師他們 和那些師兄師姐 他們 在我自己調整期間 他們是幫了我很多 幫了我很多 還有我希望呢 在這裏在座 那麽多位未來的師兄師姐 你們用心去學長生學 自己是得益的 不要說是幫不幫人 自己年紀開始一路一路大呢 是對你的身體呢 是每一天去做功課呢 是會很有效 很有用的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也希望阿銀老師 繼續每一個地方都去講學 希望各位師姐師兄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謝謝 謝謝師姐 是否一個好好的健康呢